哈喽安娜达 在笑傲江湖中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武林组合 莫过于华山寺姐妹了 所谓英雄所见略童 灵山买的这匹布 我也很喜欢 今天崇格就从华山寺姐妹的角度 重温笑傲江湖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岳不群和林平时 是怎么样走上婆媳之路的 哎 你们来了 她是华山派的掌门岳不群 武功在江湖上也还算可以 她不仅会收养江湖孤儿 做她的徒弟 平时也喜欢扶老太太过马路 所以江湖人称君子贱 她的夫人是青梅竹马的师妹宁忠泽 她们还有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岳灵山 岳不群从小就抚养了一群徒弟 她们对华山也都是忠心耿耿 岳不群在别人的眼中 妥妥的人生赢家啊 她不管走到哪 都会得到最高规格的尊重 华山派掌门岳先生的 岳师兄大家光临 欢迎欢迎啊 可是做人太高调了 就会成为别人的靶子 岳不群自己心里很清楚 在光鲜的外表下 其实华山派的底子早已虚透了 二十多年前 华山派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内斗 器宗部门和剑宗部门打起来了 这场内斗损失惨重 最后器宗胜出 岳不群作为器宗的大弟子 后来当上了掌门 可是剑宗被赶下华山以后 仍有余党想伺机反攻华山 岳不群培养出来的徒弟都是平平无奇 所以他每天都活得担惊受怕 我们不能等着让左冷禅来把我们吃掉啊 松山派的掌门左冷禅 为了监视华山 开始就知道 可他又没有实力跟人家斗 为了降机左冷禅的戒备 他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输了劳德洛做自己的二弟子 他活得真的是太憋屈了 他的武功很多年都没有进步了 那武功的原创能力 他甚至都不如他的老婆宁中泽 华山玉女宁中泽 可惜他架错了岳不群 一坨鲜花插在牛粪上 谁说不是呢 久而久之 岳不群的内心多多少少有些扭曲 他迫切寻找一条逆袭之路 后年那个命好 一生下来 武功就准备好了 直接学就行了 这个时候江湖热搜 传来一个劲爆消息 清晨派想要对福州的 快递公司福威标局发难 据说是福威标局的林总标头 他们家有个传家宝 辟邪剑谱 这辟邪剑谱 可是江湖上内卷神器啊 不也是在寻找林家里 皮血剑谱吗 你说谁不想卷啊 于是呢 岳不群就故意安排 那个内阶二徒弟 劳德诺和他的女儿 岳灵山先行去福州做卧底 到了福州 他们遇见了阳光帅气的福威标局少爷林平芝 他来到一家小店喝茶 刚好撞见了两个禽兽 想要去调戏伴手的卧底岳灵山 正义感满满的林平芝就冲了上去阻止 结果呢 这个林平芝长得太俊俏了 两个禽兽居然把目标换成了他 我看你是大姑娘版的哟 这张链带嘛 有红有轮 让我擒一口怎么样 每个男人都这样 林平芝在反抗这两个禽兽的时候 一不小心失手杀了一个姓鱼的 谁知他误杀的这个家伙 正是清晨派掌门于沧海的好大儿 于沧海本来就是想来抢他们家的剑谱的 他现在正好有了一个为儿子报仇的理由 清晨派就开始全面围剿林家的福威标局 整个标局满地都是 福威标局被迫歇业 林家夫妇想带着儿子逃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于沧海带着他的变脸团队 穿着草裙拦截了他们 零家一家三吼都被于沧海给抓了 半丑的卧底月灵餐 之前被挺身而出的林平芝给感动了 所以他就出手救了林平芝 这个时候林平芝傻眼啊 原来这位丑杂役根本就是华山派的大小姐 人家的武功很好 那天他根本就不需要见一勇为 林平芝真的是全天下最惨的男孩子 从此以后他就在江湖上游荡 这个时候横山音乐学院的师兄刘正锋 准备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他要和自己心爱的知己魔教长老屈阳 一起专心研究音律 从今往后江湖中的种种恩怨是非 就请恕我刘正锋 不再过问了 林平芝就混进了这个金盆洗手大会 他幻想着会有一个正义使者替他主持公道 各位掌门纷纷指责于沧海的罪行 岳平更是直接撕开了于沧海的假面具 看来鱼罐主报仇是须 寻找辟邪剑谱 惩罢武林才是使啊 哇哦 大家都好正义耶 可是他们也就是嘴上喊喊 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主持公道的 横山派的定义事态 看了看他的手表 然后就撤了 他不让走 我偏要走 这个时候有个驼子木高峰出现 他说他愿意受林平芝为徒 然后替他报仇 可这个家伙就是个心理变态 他嘴上说要帮林平芝报仇 实则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玩物 各种折磨 磕头快磕头 就在此时 一道圣光闪过 光明使者岳不群从天而降 他出仇解救了林平芝 林平芝仿佛看到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立刻磕头拜师 弟子一见师父 说不出的钦佩仰慕 求师父收下弟子 岳不群不仅收了林平芝为小徒弟 还答应替他全家报仇 难道他真的那么正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与此同时 大师兄林胡冲 救下了被木高峰折磨半死的林家夫妇 林爸爸听说君子借岳不群 受了他儿子为徒 他真的是 感谢天 感谢地 林总彪刀都觉得华山派是个可靠的门派 他就把辟邪剑谱的下落告诉给了林胡冲 然后林家夫妇就双双嗝屁了 像阳像 老宅 有 祖传之物 林家增足 怨徒工 留友遗讯 烦我子孙 不得翻砍 岳不群后葬了林家夫妇 然后就带着大部队回到了华山 他先罚林胡冲去思过牙闭关一年 因为华山派那么多徒弟 也就只有他的悟性高一点 岳不群希望他可以闭关修炼 以后帮他一起抵御外敌 这个时候岳不群 的确是想好好栽培林胡冲的 冲儿的剑法 最有灵性 以后华山派掌门人的位置 还有着 华山派武学的发扬 恐怕就要靠他了 可就是林胡冲去闭关修炼的这一年 被他的小师弟林平之钻了空子 林平之非常轻松的就俘获了师姐岳灵山的心 两个人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你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观世音菩萨 PS 这里真不能怪岳灵山看不上大师兄林胡冲 在原著里的描述 林平之真的很帅 就有点像蓝灵王的那种感觉 实在是太累了 林胡冲虽然在思过牙失去了爱情 可他却遇见了建宗的老前辈 风青羊 风青羊传了他一套独孤酒界 林胡冲也从此开启了外挂人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松山派的左冷禅果然勾结了华山派的叛徒 他们勾结了华山派的建宗余孽 逼迫岳不群退位 说实话这一截岳不群是逃不过的 可没有想到他的大徒弟林胡冲 居然带着他江湖上的野朋友 陶鼓六仙击退了建宗的人 这一战林胡冲也受了重伤 其实岳不群的紫霞山宫是可以帮他疗伤的 可林胡冲不知道从哪偷寻了那么厉害的建招 岳不群心里面肯定是不爽的 好不救就不救 刚好他也不想救 结果他的女儿岳灵山 居然连夜偷走了他的紫霞秘籍 送给林胡冲 奸细劳德诺就趁机顺走了紫霞秘籍 还杀了师弟陆侯二 这下可好 林胡冲成了最大的犯罪嫌疑人了 他的紫霞秘籍被偷 他的徒弟又被人在家里杀害 说实话岳不群心里面是有点慌了 他害怕松山派再派人找他麻烦 于是他决定先带弟子们出去搞个团戒 避避风头 结果他们的队伍刚下山 就被松山派派来的黑衣人高手围堵 这群黑衣人联合建宗余孽 把岳不群打得落花流水 华山派的众人分分钟被暗倒在地 岳不群你逃不投降 岳某宁死不降 岳不群只能缴械投降 眼看华山派的基业 就要葬送在他的手里 他的内心只有绝望 没想到这群禽兽 打赢了还不让人死个痛快 居然还想当着岳不群的面 侮辱宁中泽和岳灵山 你夫人 女儿和那几个女弟子 长得都算不错 我们大伙要是把他们分了 你岳先生在武林中 可就大名鼎鼎了 这下可好 惹怒了灵狐冲 残血的灵狐冲 开启了狂暴模式 使出了一招独孤九剑 仅仅只用了一招 就把这群黑衣高手全部都给自下 这帮黑衣人 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拱火 你剑术高明 远在你师父之上 早该由你来当挂山派的掌门才是 冷冷的冰雨 在脸上浮乱的派 这个时候的岳不群 真的是酸爆了 他真的好嫉妒好嫉妒 他的徒弟是从哪寻来 这么精妙的剑法 他也好想拥有 可是灵狐冲答应过 风青羊绝不万传 所以他一直都不肯把 剑法的来历告诉岳不群 这可气死岳不群了 你的武功已经到了 如此高的地步 当然可以不顾你的师父和师娘了 岳不群呢 就开始有些怀疑 难道灵狐冲学的就是 辟邪剑法 眼看大伙士气低迷 林平之就提议 先去他的外公王家补给一波 岳不群就立刻带弟子前往 我们金刀门和华山派 那就是一家人 好 把礼物抬上来 请 居然是跑来蹭饭的 吃饱喝足以后 他又准备带大家去福州逛一逛 最终是到福建去 去平之的老家 岳不群至始至终 他都没有一点表现出 他想得到剑谱 毕竟人家是君子剑马 谁知他的大徒弟林狐冲 不知道什么时候 勾搭上了魔教顺姑 他们在去福州的一路上 魔教各路人马 都给林狐冲来送大礼 不知贵上到底是何人 如此厚礼 林狐冲怎么担当得起啊 有送豪华外卖的 还有送高科技医疗产品的 五仙教的教主 甚至用换血大法给他治病 那画面太美 我都不忍直视了 如果你要是害怕 就闭上眼睛 换血 换血大法 五仙教 岳不群真的是酸爆了 为何他的徒弟 可以混得那么好 到处都是林狐冲的 粉丝见面会 气死我了 岳不群终于还是把林狐冲 竹出了师门 师父只能痛下决心 将他竹出师门 原本以为他把这个徒弟赶走 他就可以耳根子亲近一点 可没有想到 林狐冲一直都是江湖热搜榜的第一 最近呢 他又带领众多魔教弟子 攻打少林寺 解救他的圣姑 任盈盈 武林政派都集聚少林 什么对抗日月神教 没有想到 消失十二年的魔头 仁我行也来了 仁我行也可以算得上是江湖上的老前辈了 他一见到华山派 就夸了宁中泽 也夸了林狐冲 结果到了岳不群这里 我家相公 不需要那么多人佩服 宁律下误会了 岳先生的确不在我佩服人之列 我佩服的 乃是华山剑宗前辈 封青阳 就是跟那些个 伪君子真小人不同 岳不群真的好想马上找个洞 钻到地下去啊 他真的成为了全江湖的笑柄 在这个江湖上他真的是卷不动了 他迫切地需要一本辟邪剑谱 接着他就马不停蹄地带着弟子们一起去了福州 林平之果然和岳灵山一起 去了林家老宅找剑谱 写着辟邪剑谱的袈裟终于现世了 我 我找到了 可松山派的高手突然出现抢夺 直接打晕了林平之和岳灵山 好在林狐冲在暗中保护小师妹 他及时出现杀了那个松山高手 抢回了剑谱 可他刚拿到袈裟 林狐冲就被一个神秘人偷袭晕过去了 哦 我晕到了 剑谱袈裟也不翼而飞 林平之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为了辟邪剑谱 这个神秘人全半夜想来把林平之也干掉 结果被师兄殷白罗给撞见了 殷白罗就大喊了一声 师父 然后殷白罗就被杀了 吓得林平之赶紧装死 才逃过了一劫 这时候林平之彻底误了 什么狗屁君子剑 一样都是基于他们林家的辟邪剑谱 他为了能够活下去 他只好谎称是林狐冲干的 是 大师兄 林平之为了能够在华山活下去 他却开始疯狂地追求小师妹月灵山 他甚至还和月灵山订了婚 爱情 月不群看女儿那么喜欢她 就暂时先留她一条命了 月不群对现在的局面非常的满意 所有的坏事都让林狐冲来背锅 而她却得到了内卷神技 辟邪剑谱 他终于也可以卷起来了 结果他刚打开剑谱修炼 第一章节就把她给吓到了 这里呢我们就聊一聊 辟邪剑谱的来历 宫里有个大太监 独创了葵花宝典的武功 这本秘籍后来落到了 莆田少林寺方丈红叶禅师的手上 当年有两个华山长老 到红叶禅师这里做客 他们就连夜偷看了葵花宝典 一个人背了前半段 一个人背了后半段 可等他们回去末写下来以后 发现好像对不上 红叶禅师的徒弟杜元禅师 就来询问华山派 是不是有偷看过葵花宝典 杜元禅师看到了两位长老手中 记录的残本 他一下子就 误了 他立刻就下山还俗 回去自创了辟邪剑谱 他改名为林远途 创立了福威标局 这也就是林平之他祖上的故事 因为需要自攻 所以林家的后人根本就没有练 而华山两位长老手上 那个残本的葵花宝典 他们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练 日月神教的人就攻打上了华山 抢走了这个残本的葵花宝典 最后仍我行把这个书送给了东方不败 而莆天少林寺的红颜禅师得知以后 非常的生气 他一怒之下就把原版的葵花宝典给烧了 所以辟邪剑谱 他就是葵花宝典演变出来的剑法 所以必须得自攻 可是他已经没有退路可以走了 为了走上人生的巅峰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 修炼这一门空前绝后的神功 林平之为了拿回他们自家的剑谱 于是呢 每天都躲在岳不群的窗外偷听 岳不群每天沉迷修炼神功 很快就被他的老婆宁中泽给发现了 岳不群一直在掉胡须 而且很久都不碰他了 宁中泽一下子就猜到 岳不群一定是修炼辟邪剑谱了 你偷看我 此时的岳不群早就已经把剑谱熟记于心 为了安抚他的好姐妹宁中泽 他却随手把剑谱丢到了窗外的悬崖 刚好被窗外偷听的林平之一把给接住了 林平之开心地打开了剑谱 结果第一张就把他给看懵了 因为他和师姐月灵山刚要结婚 现在该如何抉择 只要能报到你们的仇 我林平之受多大的苦都甘心 林平之终究没有抵挡住剑谱上精妙剑法的诱惑 当晚就嘎了 所以后来他们大婚以后 林平之就找了一个借口 说要先报家仇 才可以圆防 至此华山四姐妹正式聚齐 买布买布 你挑的布料正合我的心意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林山买的这匹布 我也很喜欢 PS 这段华山四姐妹买布的剧情 是TVB版本原创的 原处里并没有 所以在央视版你是看不到这段的 为了破坏各个门派之间的关系 约布行就用他刚学的绣花针 杀掉了横山派的掌门定义师太 然后嫁活给松山 这个人一定是左冷禅 岳布群还在机缘巧合之下 在四过崖的密洞里 发现了魔教池大长老 破解五岳派剑法的武功 接着呢 他又故意写了一本假的辟邪剑谱 把最关卷的第一章给删掉了 然后故意放在内奸劳德诺可以看见的地方 劳德诺果然把剑谱偷走 送给了左冷禅 没有想到左冷禅练了假的剑谱以后 自信满满 居然还想吞并五岳剑派 搞了一个五岳派合并大会 约布行也是一反常态 积极地发表和派感言 分还不如和 这人人都像同胞兄弟一样 有多少英雄豪杰 也不至于英年丧命 这世上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 孤儿寡母 约掌门说得好啊 等到他们比武选总掌门的时候 岳布群才暴露了自己的计划 他故意让岳灵山去对战武力值最高的林狐冲 独孤九剑再精妙 他也抵挡不了白月光的微微一笑 最强对手林狐冲轻松被拿下 我们每一次比剑总是你赢 接着妖娆的岳布群 就用他的辟邪剑谱 顽略了左冷禅 他还不忘嘲讽左冷禅 理练的那个是假的 你现在还能当五月盟主吗 这一战岳布群完顺 他终于靠着这本内卷秘籍 走上了人生巅峰 他还对着曾经的爱徒林狐冲发出了感慨 江湖中血雨腥风啊 吹打的别人 就吹打不得令狐冲嘛 而另一边他的小徒弟林平之 也凭借着辟邪剑谱 成为了一等一的高手 他立刻去找到当年祸害他的鱼沧海和木高峰 利用他精妙的剑术 分分钟干掉这两个败类 可惜他在刺踪木高峰的驼背的时候 被里面的毒液给喷瞎了 我报仇了 林平之终于为他全家报仇了 他的好姐妹月灵山好开心 因为月灵山觉得他们今天晚上可以圆房了 让我们做真正的福气 真正的福气 姐妹儿 你在开什么玩笑 林平之最终还是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给了月灵山 可就算如此 月灵山还依然爱着林平之 你知道人家的座右鸣是什么吗 为了找月不群报仇 林平之就勾结了松山派的左冷禅 刚好他们两个都瞎了 这么巧了吗 这么巧了吗 这不是 他觉得月灵山就是他的阻碍 所以他就直接一刀送走 我是个苦命的人 你能有小林子命苦 这句话真的是刺痛了林平之啊 我今天就成全了 你这苦命的人 林平之他亲手葬送了世间对他仅存的一点温柔 月灵山人临死的时候都求林狐冲不要杀林平之 我死了以后 请你尽力照顾他 别欺负他 别孽呀 本着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原则 林平之冲到了华山 自爆了他和月不群自攻的事实 当着天下英雄的面 撕开了这个五月派总掌门的假面具 你这位五月派的大掌门自攻了没有啊 你脱下裤子来 给大家看一看 女侠宁中则听说自己的女儿已经被害死了 自己的老公又变成了姐妹 她真的没脸再活下去了 最终选择了自尽 接着林平之就和月不群单挑 可惜她眼下不敌月不群被打残了 月不群你不是个男人 而月不群也被林狐冲的吸星大法给吸住 最后横山派的仪林小师妹补她一剑 终于了结了这位伪君子的一生 华山四姐妹只剩下了一个残废的林平之 最后被灌在了西湖底下 华山四姐妹的故事结束 笑傲江湖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哎你们来了 君子界月不群 迪迪确确是个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他杀徒弟 害妻女 徒害友邦 让自己堕入无尽的黑暗 很多人觉得他就是罪魁祸首 可在我看来 这一切都是内卷的迫害啊 如果五月剑派各自发展 各展所长 偶尔开个会交流下武功心得 半派经验 根本就不可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松山派的实力太强大 他就想吞掉所有不如他的帮派 月不群也只是想保护华山派 可是实力不允许 他就走上了畸形的内卷之路 仔细想想 还真的有点像自己 疯狂的加班996 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损身体的辟邪剑法呢 听听机层的呼声啊 最后跪求各位小伙伴 多多点赞投币啦 也让我卷一卷啦 关琴 撒花